《音樂園》 《音樂園》 氛圍很不一樣 我覺得台灣可能太方便了吧 他們那邊的娛樂活動 就是大家會跑去一些特別的 那個叫 GAVA GAVABA或者是一些PUB 他們下班之後都會聚在那個地方 然後就不太像台灣 大家很多都在玩手機 然後 對 然後 那變成他們生活中 一個很重要的習慣 那這個東西在 好難在台灣想像 有這麼豐沛的音樂 在那邊都是 天啊 那邊音樂人應該去吧 對啊 因為每天都有音樂 我自己在做音樂的時候 我不見得每天都有音樂 可是在那邊試耶 每天都試 我想請問一下 只要我長得到像這個 音樂紀錄片的這個 這個之前的差異 你覺得做這樣的一個 音樂紀錄片對你來講 有這樣的一個挑戰嗎 挑戰 因為就是一開始就是沒有 真的計畫要拍一個 就是這樣的片子 那真的就是因為我剛說 就是到了那個地方去 覺得每一個創作人都應該過去 所以 而且那邊的音樂就是 十個裡面有九個都是音樂人 想說那如果台灣原住民的音樂人 可以過去的話 因為我不曉得什麼樣子 因為台灣原住民的音樂人 比較少數是在玩雷鬼 然後剛好 俗命跟寶普 今天問他們 他們都說他們沒有接觸這一塊 那我覺得沒有接觸那是更好的 那我覺得就是 其實做創作就是要把眼睛跟心都打開 所以對我來說這趟旅程就是 是一個實驗 所以我就把它拍下來 我覺得它也不算是音樂 就是人家講的那種很正統的 音樂的紀錄片 對那我覺得它是剛好 我是紀錄了就是兩個音樂人 去那邊的一個 我算是一個小旅行嗎 小旅行 對 是這樣 那隨便想問 想要經過這樣子一個 音樂文化的一個饗宴之後 你回到部落 那你 因為剛在紀錄片之後 就是來到你自己的部落 跟寶普的台版部落 那覺得在 未來之後在自己的部落 在這樣做這個音樂文化的 有怎樣的一個不一樣 會有怎樣的一個啟發 嗯 再把他們請過來 哈哈 他們其實有來過了 就是去年 去年阿民視音樂節的時候有來 就是因為剛好 紀錄片那時候 剛第一次發表 然後第一次發表 然後剛好有機會來 那他們應該也很驚豔吧 我們部落的人 我們這邊的不太像他們那邊 我們也是有音樂 但是我們不會 不太會彈吉他 都拿球棒比較多 運動比較多 透過不斷的唱歌 他應該也可能說到 阿美組很多的歌謠 我相信他們應該有可能 他還來不及跟他們做 更更 像他長時間 因為那時候我在那邊 一待一個月 他們來 突然好像才三天四天 大概四五天 還來不及問他們更多的事情 也希望他們有機會再來台灣這樣子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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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